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等速率圆周运动的几个物理量 那我们第一个介绍的物理量叫做周期 那周期就是指点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它的单位是秒 那一般的代号就是大写的T 那第二个物理量我们介绍的是频率 也就是指点在单位时间内所绕的圈数 那它的单位是秒分之一 或是用赫兹来表示 那一般来说我们给它的代号都是小写的F 那我们从单位上就可以看到 它们两个的关系互为导数 也就是说一个物体呢 如果它的周期是三秒 也就是它绕一圈要三秒 那我们就说它的频率是三分之一赫兹 那第三个物理量它是我们高中才有的 叫做角位移 Delta C 它描述的是一个指点绕某一个轴所转过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不太一样 不是我们以前国中学的就是10度、20度、30度 我们的单位用的是近或是弧度 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弧度这个单位 那它的代号叫做RAD 它英文字母前三个RAD 那在数学上我们弧度的定义是 圆弧的长度等于半径10 这时候的圆形角我们叫做一弧度 那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圆哦 它的半径是10公尺 我们可以在这个圆周上任意找到一段圆弧 它的长度也是10公尺 那这时候它所夹的这个角呢 就是一弧度 好就是一弧度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 圆形角的定义就是弧常跟半径的比值 好那弧常我们一般的代号就用SI表示 好半径用R来表示 所以绕完一圈的角位移 好绕完一圈就是圆周长嘛 所以弧常是2πR 好我们半径用R表示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绕完一圈的角位移叫做2π 好那我们国中都学过嘛 绕一圈所绕的角度是多少 360度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到 角度跟弧度的关系 好就是我们的π 等于180度 好所以之后遇到题目的话 我们要把角度换成弧度 你只要记得这个代换就可以了